當然也要聊一聊就是在這個賴蕭沛 難道就沒有任何值得擔憂的點嗎 因為在昨天有人發Made in Taiwan 美德營台灣也有人換這種 挺美的 這一類的這個Logo在臉書大頭貼 有趣的點是在於文化界很多人換 像楊雅哲等等的 但還有一個人也換了小英男孩林志堅 其實之前在賴清德已經宣布要出來參選的時候就有很多人在換框啦等等的 但當時林志堅無動於衷 是在這一次已經確定是挺美的 是美的的時候他才突然換了 那是不是也代表英系跟LINE之間內部還是暗潮汹湧呢 真的包含了不分區的 莊瑞熊排在了第10名 但實則你算一算女女男男他其實是第12名 很多人就解讀了你什麼派系不碰 你非得碰跟你最脆弱的英系嗎 我覺得分兩個層次來講 第一個層次就是說我們在 我們在談EMBA或MBA的時候 最喜歡講說企業界的這種東西 大家都喜歡分析叫Case Analysis 就是案例分析 所以坦白講真的沒有說什麼大病小或小病大 誰會以誰對習 等一下我要查播個最新的消息 不好意思我打斷你了 4點半嗎 4點半 侯友宜會去軍越喔 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給大家參考 應該要做的 所以等一下這個節目結束之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可以換現場也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流量 好洪婷 我說這就是 你看我做一個幕僚我認為他該做這樣的事 然後又要再補充一個資訊的 馬英九也會跟侯友宜一起去 對嘛你看我就說你把你 然後走去之前記得要先開個記者會再去 神預測 對啊 如果你氏族預測有這麼準我就不會跟你一起輸錢了 你不要這樣 因為足球還沒有這件事情這麼的那個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沒有這就是我們幕僚要出身該做的事啦 就是說這個時候關鍵點就應該要這樣 所以我回過頭來講剛才的那個問題 其實對不起那個問題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因為每一個小的公司跟大的公司他們在談合作的過程中 一定都有彼此需要的地方 而這件事情如果最後破局了 到底誰比較需要誰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這個案例裡面很簡單 在我們這個案例裡面就是兩個都是一起死嘛 那在其他商界的案例裡面就不一定了 因為大的也有可能被別的地方併走 比如說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應該看到OpenAI 對不對我們在講那個Sam Ottoman 他原本要被他們整個公司開除了 後來微軟損出雙手跟他講就是說 我歡迎你帶著你的團隊一起過來的時候 後來OpenAI就退讓了 所以在商界來講很多東西 我坦白講我最常講一件事 從我從金融業到政治界以後 我最常跟朋友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數字不會騙人人才會騙人 所以數字比人簡單的太多了 好那第二個問題回過頭來 當然在閻老師前面講這些東西有點斑門弄斧 但是我覺得最近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賴清德在宣布參選的過程當中 他一開始講的話 大家看得很清楚 他說我們的組成代表著台灣不會走向 所謂不會走回一中原則的老路 我們會拒絕不會走回一中的老路 兩次 第一次的一中原則的老路 第二次講的是一中的老路 這個其實在很多外交圈跟國際專家的學者裡面 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會看得比一般的民眾更深刻一點 因為第一台灣有人走過一中原則的老路嗎 沒有 因為一中原則是中共的主張 一中原則是中共的主張 然後中華民國的主張叫做什麼 叫做一個中國的主張 就我們過去所謂國統綱領裡面 有一個中國的主張 那個中國就叫中華民國 所以因應著中共跟我們中華民國 而產生各國不同的政策 叫做一中政策 所以美國有美國的一中政策 英國有英國的一中政策 德國有德國的一中政策 大概有十種 有十種類別 有的是什麼Ecnology 有的是Take a note of 有的是Ecnology China的主張 有的是我都不認知 所以它有很多種類別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 賴清德其實他在玩一個 政治語言的籌換概念 這個政治語言的籌換概念是什麼 我一開始講一中原則的老路 然後再講一中 前面一中原則的老路 講的是給誰聽 講的是給美國跟國外 跟國際專家學者聽 後面的那個一中就是政治語言 講的是給誰聽 講的是給獨派聽 可是今天如果 我就想問蕭美琴 那句話會從蕭美琴的嘴巴裡面 講出來嗎 絕對不會 因為如果這句話 從蕭美琴的嘴巴裡面 講出來 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美國馬上就會抗議一件事情 第一 我們每個人都在走一中 全世界都在走一中 全世界中共走的叫做一中原則 中華民國走的叫一個中國主張 對不對 一中各表 然後全世界都在走一中政策 所以你的說什麼走回一中的老路 這件事明顯是你在挑戰 所謂的國際秩序 再來就是中華民國裡面 沒有人在走一中原則 所以你在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根本就是用抽換概念的概念 再跟獨派去做配合 可是如果美國 美國跟國外跟國際 都會很緊張一件事情 因為在你賴清德的這個語言裡面 隱藏著一件事情 連蔡英文都沒有否認過一中 但是賴清德否認了一中 所以你走的比賴清德 你走的比蔡英文更遠了 所以在國際關係裡面 這一件事情其實是一個很小的事 可是我給你保證 在賴清德在登記的那一瞬間 講出的這句話以後 它其實會引起國際上的波瀾 會有很多國際上的 所謂的其他的領導者 他們會認為就是說 你在登記的過程中 你就已經告訴我們 你要走的比蔡英文更前面了 那如果你執政了 會不會更危險 而這條底線 其實某種程度上 真的觸碰到了整個 國際關係裡面最敏感的神經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面看到 真正關心國際政治 跟兩岸關係的人 他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前面的那個一中原則 跟後面的那個一中合在一起 這個政治語言 賴清這種專業是絕對不會講 但賴清德你得以往行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更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做好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 一番好區別的選控 一番好嗎 不如是 還有一番好嗎 認同